记者苏福南陆竹报道,高雄陆竹区下坑番茄闻名全台,但今年受到气候影响严重现收五成,陆竹区农会今天举办番茄评鉴比赛,有不少茄农因番茄品质差而弃赛,最后有产销第六班王四五,第十二班才庆国分别摘下红黄小番茄冠军。 番茄评鉴在今天上午九点在陆竹农会供销部登场,既有三十六组一较高价,今年陆竹番茄在重品种,黄色以丽金为主,红色以小女为大宗,因此比赛分红黄色小番茄二组评分。 评分项目包括果肉品质,风味,口感,色泽,外观及分级包装,色泽,病虫害,果形,分级包装,评审委员既有农委会高雄区改良厂苏博信,台南区改良厂刘一昌,凤山热带园试验分所王三太,高市农业局农物管理科陈四任,高市农会推广部主任吴国正。 比赛结果,产销第六班包办红色小番茄前三名,冠军王四五,亚军赵一鸣,继军黄敬天,黄色小番茄冠军产销第十二班蔡庆国,亚军第十二班蔡联城,继军第六班胡玉柱。 第六班班长王敬三表示,番茄质核栽种温度在二十至二十五度左右,由于今年天气太热,又有青苦病肆虐,导致严重献收多达五成,目前产地价一箱十台金七百至七百五十元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